就是說一個變數裡面 它可以放多個資料 有沒有 那之前不是我們那個變數裡面 只能放一個資料 像R只能放一個 如果第二個放就把它蓋過去了 可是Array的話是可以放多個資料 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以後的話 所有的資料來源 通常都不會是一個 通常是多個 有沒有 像資料庫 或者是你爬表格的資料也是多個 絕對不會一個 那怎麼辦 就放Array裡面就好了 所以Array這個型態也非常重要 但是蠻困難是真的 那第二個的話 第幾大 第三大 所以給個3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呢 它就在這一些這個範圍裡面 自動幫你找出第三的 OK 第三吧 是不是的 如果你不確定你打個1也可以 最高應該是38000 應該是最高 38000 然後第二的話 應該是37500 那沒錯嘛 第三的話 應該是37400 應該沒錯啦 OK 好 所以甚至你可以用來排序嘛 有沒有 排序的話 引數只要把K改成一個 有沒有 1 2 3 4 你就旁邊放那個 數字也可以啦 然後按確定 好 我們第三大就出來了 但問題來了 我們還沒有把前3 所以前3怎麼辦 前3要加總 那加總又有個條件 所以如果你想到加總 然後又有條件 那應該是要哪個函數吧 就剛剛用過三米幅嘛 所以呢 第二個步驟 請你把這個公式 對 對 先減下好了 你習慣是先 不包含等號喔 你等號不用減 再插入一個3米幅 3米幅的話 應該是放在數學啦 數學的應該 S 比較後面 所以你找到3米幅的這個函數 在下面這邊 OK 然後呢 因為有條件 所以第一個的話 一樣 RANGE 你會發現 RANGE RANGE的話 其實就是公知 有沒有 那你想說 RANGE 也是公知的話 那 跟各位講 如果 RANGE 跟 S 同一個的話 那 S RANGE 不用加 OK 應該可以知道這個意思 如果這個跟這個一樣的話 那這個 就可以省略 那你說老師 那我要加可不可以啊 只是多此一舉而已啊 OK 齁 好 第二個的話 條件 條件 你說 那我把剛剛的公知貼上 貼上的話呢 當然你按確定的話 他結果會是多少 37,400 那他沒辦法 所以喔 你變成還要給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就是跟他講說是要大於等於 37,400的那一些資料都要找出來 那最難的地方應該在這裡 就是如果你還要再加大於等於的話 有點像剛剛要串一個萬用資源 那個敘述方法 就是他會是加一個文字 所以文字的話是一個前後雙引號 然後呢 你就把那個 那個邏輯 那個比較 打在這邊 大於等於 這個叫運算 這個叫比較運算值 比較 兩邊比較 但是呢 因為他這個是一個文字 後面是一個公式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結合在一起的話 必須要再加一個什麼 對 end 這個時候呢 你只要看到 右邊 這邊會出現什麼 其實理論上應該要變成像這樣 一個雙引號 雙引號 然後裡面就放一個大於等於這個東西 OK 這個是比較容易出錯的 如果你這一關可以過 應該其他都簡單的 OK 好 那結果應該就對了 等於是好像38,000吧 剛剛有 然後加上37,500 再加上37,400 加起來就是這個數字 應該沒錯啦 有沒有 因為37,500加400、900嘛 然後37,38 再兩個37 那加起來應該是12 沒錯 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把它按確定 所以就得到結果了 可是目前的話 只有前三名 那你說老實 那後三名怎麼辦呢 其實跟各位講 非常簡單 猜應該猜出來 既然有那個最大的對不對 那相反是什麼 對 就Small 所以很簡單嘛 你這樣把這個公式 複製有沒有 後面再一個加號 然後把Ludge 貼過去之後 把Ludge改成Small 就OK 這樣會跳太快 如果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啦 如果你覺得跳太快 沒關係 在下面 自己弄一下 我 我乾脆這樣啦 把這個複製好了 我在底下 最後兩個加在一起就好了 其實最後這兩個加一起的結果 把這個 改成Small就好了 Small應該會拼吧 S 單一打一個M 這邊就出來了 MAL有沒有 Small嘛 Small顧名思義就是什麼 後面算過來 有沒有 他這邊一樣嘛 就是 給範圍幫你算 K一樣有個K嘛 就是最小 從最小開始算起 那最小第三個 那就是三萬兩千三百 有沒有 這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你要看那個 你的那個 比如你的業績啊 或者你銷售量啊 銷售金額啊 或者是 排名等等 其實你也可以預先找出那個 最高最低 當然你還可以用篩選啊 只是說 多一個方法 你有多一個 選項嘛 OK 好 然後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其實就是最小的 有沒有 最小 好像是不是有 這樣對嗎 最小怎麼會 反而比較大 我看一下 就是你寫大於 應該小於等於 難怪 因為如果大於等於的話 有沒有 就是把前面 對 那變成說總共九個人 那變成說前六名相加了 那難怪比較多 OK 所以你變成人家把他反方向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找到的是 倒數第三的 所以你要把倒數第三 以 等於是小於他才對 小於等於 所以 所以這個比較運算值 可能要改個方向 然後按確定 9萬多 OK 所以有一個差距 這樣就應該對了 所以最後如果要把這兩個 結合在一起的話 那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啦 乾脆把這公司複製有沒有 所以如果 然後後面再加個加號 然後貼上有沒有 然後把垃圾 直接改成10毛不就好了 這樣好像更簡單嘛 那個 那個大於等於要改成小於嗎 對對對 當然 當然 所以最後一個關鍵的地方 小於 打勾一下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 應該是二十萬六千五 如果你數字不對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有錯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順便學一個 那其實延伸就是10毛啦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你要判斷的範圍 跟你要加總的範圍是同一個的話 那你三分級是可以省略的 OK 好那試一下 另外的話呢 也可以順便想想看 因為我們一樣啦 這一題 假設我要寫一個那個 VBA的話 當然你一定是寫不出來的 OK 不過呢 真的 以前這件事情 我覺得連高手 你把這個 叫那個 會寫程式的人寫 他也不見得寫得出來 OK 但是 我覺得 翹GVD真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OK 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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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